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松 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里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是2016年11月11号的凌晨12点刚过 今天是双十一 然后我相信各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睡觉 现在一定一定是在淘宝上 填猫商 然后各大网站各大网店 然后在产购自己心仪的商品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能够顺利强盗自己的这个 喜欢的东西 一直想卖的东西 然后在付款的时候 千万不要碰到这个页面丢失的情况 祝大家强够顺利 然后我在这里这个时间也没有睡觉 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亚瑟口语的话题 就是说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part1的话题 就是说 在屏幕上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衣服或者是说服饰的流行的时尚 对你来说是否重要呢 然后问为什么重要或者为什么不重要 首先看到这个话题的话 如果是我来说的话 我自己觉得是不太重要的 就是说 我是不敢时髦的一个人 然后呢 就是说 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年轻来说呢 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个流行 就是今天流行什么颜色流行 什么款式 我都不是那么在乎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穿衣服嘛 就是舒服和实用就好 对吧 然后呢 比舒服和实用 比这个流行和时尚更重要 好 我可以这么回答问题 比如说 well for this question and for this question and for this question and for this question 说 my answer is no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actually actually clothes clothes and the fashions are not really important to me 好 就是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好 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原因 对吧 就是说 与其他年轻相比 compared compared with other young people I'm not keen on fashion 对吧 我对 我不是那么感兴趣 就是我并不敢是毛 I'm not keen on fashion 好 就是我不敢是毛 就怎么讲 那就是我觉得 这个衣服的这个舒适性和实用性 这个比这个感是毛更重要 可以说 I suppose I suppose I tend to wear Clothes That are Coverable And practical Rather than Fashionable 对吧 然后就觉得这个舒适性和实用性比这个时尚更重要 说完这个原因之后呢 我还想说一下 但是呢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 我希望买一些比较时尚的衣服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给我的同伴 对吧 就是说想经验一下大家 然后呢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一些正式场合 或者说比如说毕业点点的时候 你肯定要穿的比较正式一点 或者比较那个呃 怎么样就是时尚一点 让大家都记住这个你的对吧 是因为毕业了嘛 所以可以说 em however 就转折一下 然后 however em sometimes i would like to buy some 这个时尚的衣服可以说up market 就是与市场同步的对吧 clothes to impress my peers 这个ps表示同伴的意思 ok 然后呢 特别是在什么场合呢 我说一些重要的场合 比如说这个呃 毕业点理 可以说especially in some special occasions 对吧 就是重要的场合 好 然后举例子such as graduation ceremony 好 这样子呢 这个题目的内容基本上就分享完了 比如说well for this question my answer is no actually clothes and fashions are not really important to me compared with other young people I'm not keen on fashion I suppose I suppose that I tend to wear clothes that are comfortable and practical rather than fashionable however sometimes I would like to buy some upmarket clothes to impress my peers especially in some special occasions such as graduation ceremony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完整的分享这个关于 part one的这个话题的答案 呃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吧 还是老规矩 欢迎各位呃 分享我们的视频 然后呢 转发我们的视频 还有就是说可以在视频上面留言 还有可以 呃 这里我可以第一次提醒大家 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打赏 呃 支持我们把这个视频做下去 然后希望今天打赏的朋友都能够在双十一抢购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啊 嗯 好 这我想说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呃 然后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持续收到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视频更新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我是林松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视频